不是很少發聲 我每天都有出Facebook post的 我每天都有罵這幫狗官的 有機會他們做一些很狗的事 我都會罵的 香港發生這麼多事 你不發聲 不過我就是少了接受訪問 因為第一 又在忙處理自己的事 在香港有些銀行有多了問題問我東西 我都是想集中去處理這些事 但是發聲是不會停的 來到英國都不說話 在哪裡說話 不過我覺得視像式或者接受訪問式的 我自己都是比較prefer 有話說先說 不要說好像YouTuber 我本身不是一個YouTuber 我本身都是一個生意人 你們很好心 很多時候都想知道我那邊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好意思 忘記上來的時候 都未能夠跟你好像今天那樣聊天 今天就多些話說了 因為課上了船 也有多些更新給大家 其實沒有停過的 你看我的Facebook差不多一天 見到一些不公然的東西 我都有說話 不過如果你說到發聲的問題 我都跟朋友聊天 香港來的朋友 都說香港現在進入了這個狀態 連人想說話都免得說了 是有這樣的現象 我都感覺到的 連出個Facebook帖都有點害怕的那些 希望隔了一段時間 好像很多很有經驗 政治上的經驗 包括大平華齋 其實真真正正正在攬炒我們是政府而已 就不是我們這些大多數的七成半的市民 他們現在繼續不去解決這個政治問題 不去解決這個社會撕裂 不釋放政治犯 不撤回港版法 基本上就是在攬炒政府 我們現在的期望就是希望 什麼時候可以再搶所欲言呢? 希望我剩下的那三成或者那兩成半的人出來說話 因為政府這樣攬炒我們 中共把這個姿態出來是不要一個有香港人的香港 其實剩下的那兩成半三成的建制派或者支持政府的人 我都很好奇他們接受嗎? 既然你們接受繼續留在香港去享受你們的榮華富貴 你容許他們這樣破壞香港的社會嗎? 我猜他們都可能接近去到一個頂點了 我希望他們會好像我們大多數的七成、七成半的人 去到一個頂點的時候就會出來舉辦遊行示威 反對香港政府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反對香港大陸化 希望幫香港爭取回我們原本的國際現象 當然這樣說完之後會被很多人罵說我太天真 但是有時候世界上最大的轉捩點和最偉大的發明 都是由天真的基礎開始的 我都是選擇這樣做人 就算他不會發生也好 我都是希望能夠抱著一個正面的心情 就令到他太子那天 就算有一個百分之半的機會會發生 我都是笑著這樣期待 因為這個就是香港的可能是最後的還擊 我們七成人、七成半人已經還擊了 政權也都很大力地打下來 現在就剩下那三成人或者那兩成半人 究竟你們還不還擊呢? 李嘉誠先生,你那兩個兒子 Robert M你的兒子,黃永江 郭氏兄弟,辛洪基,你的後人 現在的主持有Justin Clark,Adam Clark 嘉里的集團 陳啟宗他們的行龍集團 行基的李嘉誠 九龍艙匯德鋒的吳光正和他的兒子Douglas 究竟他們忍了多久呢? 究竟他們去到哪一個項目 你才覺得在他們發聲呢?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是 一定是能夠推翻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壞事 不過就是說究竟這些人 就是我的經常用的說法就是 就是absolute dollar wealth 究竟這些人接不接受absolute dollar wealth 就是你買杯咖啡跟我買杯咖啡 都是這麼多錢的 我可能有幾百萬身家 你就有幾百億身家 你開聲之後他打壓你的時候 你可能幾百億身家就剩下幾十億 但是你買杯咖啡也是這麼多錢的 那為什麼不幫香港爭取下 是不是沒有了一些財富 或者沒有了一些未來賺錢的機會 就是禁聲呢? 那你們都有下一代 你是不是希望你的下一代 都是為了保護公司的財富 去繼續禁聲呢? 究竟大家想不想認識香港的優點? 那大家想不想香港會變好呢? 還是大家站在那裡揪手旁觀 讓香港變成另外一個大陸城市? 那其實我仍然都是深信就是 如果我們到達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出聲的話 港產黨會退 其實那個情侶一陣的那個 海峰銀行的那個主席 黃東盛都說 在香港每次遇到這些什麼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 香港人都可以重新站起來 在香港不是玩完了 你怎麼看? 黃東聖的角色就不同了 是不是? 我剛才在說那些是香港的十大、二十大家族 就是不是那些KFM 黃東聖的角色 如果你了解共產黨的架構 就是他們是幽靈 跟著他們下面有一幫棄子 然後棄子下面就有一幫爛仔 就是流氓 黃東聖的角色最多都是屬於棄子 能夠掌控到香港的經濟 和一個很大部分的香港公民的儲備 的積蓄的大家族 就一定不是棄子 他們只是不出聲的一幫人 他們不是共產黨的奴隸 他們不屬於共產黨這個幽靈、棄子和流氓的架構的 但是黃東聖這些他的角色都是一個棄子 好像李家超、鄧炳強、曾國偉那幫官員一樣 都是一幫棄子 他們都是幫共產黨 就是受他那幾十萬人工 就幫他去做一些 就是他們其實心裏都知道是不對的東西來的 所以黃東聖說的說話是不需要理會的 就是他根本都沒有影響力的 他唱好香港都是棄子的責任來的 特首都哈佬香港唱好香港 就說香港是回來了 這些是他們做棄子的責任來的 所以他們說的說話是不需要理會的 最重要的是基本的香港的核心問題 社會的思念是沒有解決的 沒有解決就導致香港人躺平 香港人拒絕貢獻給香港的經濟 香港還有很多本地以前是靠香港人能力 賺到錢回來去支持的經濟 但是現在是不會反彈 我都不是經濟學家 不需要我解釋 那今時今日你看到這麼多這樣的情況 什麼夜繽紛那些這麼冷淡的對待 你都要知道 你一天不解決香港的核心問題 香港人覺得你還是破壞了香港不認錯 在逃犯條例沒有人問責 繼續現在就是用這個好像一個姿態 就是前警察當權管治香港 這些這樣的錯誤的驕傲 來去管治香港 你永遠都不會令到社會團結 就算真的警察管治香港 都不是這樣的態度 都不是這樣出來好像警察大了一樣 不是警察的態度 我不管你的背景是警察或什麼 我都不歧視你 但是你不可以以這件事來驕傲 我聽說現在在警察的圈子裡面 社群裡面開始有些傳聞說 我們警察剛中要組了 現在終於輪到我們管治香港了 就是這些幼稚的說話和思想 就算你真的有個警察去做 可能那個一哥都是很優勢做到香港特首都不要緊 但是態度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做到是因為你自己人的本事 不是因為你是警察 是吧 但是香港現在變得這麼荒謬 所以我覺得是人人有責 還有我不覺得應該放棄香港 如果這幫富豪告訴我 好啊我們搞遊行示威 周小龍你回來你走投吧 我馬上回來的 我可能有機會回來被人拘捕 或者會被人收了護照 但是如果他們真心是會支持 做完最後的25%或者30%的反對聲音的話 我沒有所謂 我個人的未來的自由 只要香港有一個機會可以反彈 可以變回以前的香港 那你就抓我了 我就坐幾年牢 我坐幾年牢之後香港變回以前的香港 都值得的 我現在59歲 他們抓了我說我賣T恤煽動 或者說說話在社交媒體煽動 就坐三年至五年 我也是64歲而已 我64歲回來香港變回以前的香港 哇這條數很容易計的 正到飛起 一定值得 能夠令到我們香港的下一代 變回一個以前的香港 你不要說我 戴耀廷也坐著了 黎智英也坐著了 但是如果是能夠香港可以變回一個以前的香港 要我們坐幾年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你肯做 你不要老點我回來 和你帶領遊行示威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就縮了 好像之前那四年一樣 然後你就縮了 這樣就說而已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香港很多人都不會介意 我們犧牲幾年自己的這麼老的青春 然後換取香港未來的 另外再多150年的光輝 或者是起碼都2047啦 不要150年這麼樂觀 起碼去到2047的光輝 是值得的 但是我們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香港的市民很團結 所以他今天搞的選舉 所以現在已經都要出來說 說投票率低是沒問題的 就是那些官員已經是 自己要保住自己的屁股 保住這樣了 其實是很矛盾的 因為他其實間接性就慫恿了別人 那不用投票了 張國偉都說投票率低是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這邊大多數七成 七成半的人 已經做到盡了 有一幫留在香港那幫人 還是堅持不出聲 但是留在香港的人 更加勇敢 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人 已經做到盡了 流亡的流亡 通緝的通緝 那現在就是 最後的轉捩點就是 究竟我們剩下最後的25% 那30%香港人 他們願不願意再給一個機會 給香港反彈回去以前的香港 不要再相信這些謊言 就是說只是把口拿出來說 說十次人家當真 你香港回復是亞洲金融中心 不要傻了 人家各個美國商會 加拿大商會 澳洲商會都告訴你 你一天有國安法在那裡 有港版國安法在那裡 你一天就有一把菜刀在我的頸 這些事情你正視 你不記得你不釋放的政治犯 因為47人那案件這麼冤枉 還有你不釋放黎智英 因為他是搞了報紙 他只是一個反對聲音 好像我們這樣一個反對聲音 你都要抓他坐牢 你一天不解決這些這麼基本的問題的話 人人都會覺得 我都會是第二個戴耀廷 我都會是第二個何桂蘭 我都會是第二個鄒幸彤 我都會是第二個黎智英 我都會็